好 现在是3月2号 3月2号的下午 我们在卡米地的一楼 然后今天是 今天那场叫什么南部仔吗 南部仔进台北 南部仔进台北拼盘秀 然后呢 今天难得有南部仔 所以我抓了一个南部仔来录音 所以这一集呢 为大家邀请的就是 去年2023的脱口秀珍宝赛的冠军G1 嗨 大家好 我是G1 IG请追踪G1 is very handsome 这句话我觉得好像在各地都会听到一遍 G1 is very handsome G1的本名周俊逸 然后大家知道啊 周俊逸或G1应该都会找得到IG 这一次来录音 首先是因为我自己 平常都录一些台北人 我已经腻了 我想录中部人跟南部人 所以难得有很多南部人来台北录音 我们就趁这个机会 约一下录音 那先介绍一下G1 那就是现在是高雄的喜剧演员 那之前刚才说过 2023的脱口秀珍宝赛冠军 然后之前好像有听说你在北部玩喜剧 对 然后我印象中也好像是 2021还2020的时候 有一点印象说 好像有G1这个人在 新竹啊 还是在23有跑Open Mind 对 而且还隐约有印象中 你好像那时候 大家的评价是这个新人还不错 好像快要可以录焦点之夜了 之类的传闻 有重视哦 对对对对 我前面超烂的 等一下可以讲 所以想先问一下 你一开始是在北部玩喜剧吗 所以想请你介绍一下 从哪里接触到喜剧 还有进入喜剧俱乐部讲Open Mind的经过 前面你开场那么久会不会很尴尬啊 不会啊 我想说前往都不用讲话 那就烂一个一个 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我淘化这期超尴尬的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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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有看有什么真的很尴尬的 没有 只有讲话很假的人 才会让我觉得 干很尴尬 我要想办法破除 我如果太假 旁边哪个会骂我 哈哈哈哈 阿尔跟狂龍在旁边 对对对 断念的公阿修 平常不是这样的 哈哈哈 他们在很认真的背稿子 好 从哪里接触喜剧是不是 是的 我觉得大家应该 那个喜剧启蒙 应该都是周星馳吧 哦 就以前就是 那个《未来电影台》什么的 都一直播放啊 然后就是看到后面都会背了 对啊 但我之前看马克德会背什么 丙夫人 小人们住在苏州这个 然后你看到后面你就会发现 诶他其实都有一个节奏 就丢一个胖鸡 然后周星馳可能会 然后顿一下 然后嗯 这那种节奏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应该就是 从周星馳开始去接触 诶 喜剧有一些节奏 就内化啦 嗯 那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吴宗宪吧 哦 对因为那时候 他真的超级好笑的 诶他喜欢 他很喜欢讲屁话 诶他同时还会讲道理 所以就你会不知道 他下一句到底是要搞笑还是认真的 我那时候会看他的片段 然后做笔记 我会抄笑话 我记得有一次讲一个什么 独居老人被骗的笑话 然后就是他那时候 是跟侯佩晨搭配嘛 然后他就说 很多人都会笑那些老人 为什么会被骗 然后把积蓄全部给别人 然后那个老人就说 因为只有他愿意听我讲话 哦 然后那时候侯佩晨就跟他说 所以献哥你是怕自己 变独居老人吗 然后献哥就说 我本身就是诈骗集团 然后他本身是一个误导笑话 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个形式 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 可是你现在风格跟周星驰 跟吴忠心也不太一样 对啊 这是有一个慢慢的演变史 就是后来就是 有一阵子我不知道 之前都会写那种废文 就前面一本正经 然后到最后一句会误导 就完全反转 懂 所以那时候写废文 朋友就说那是万恶的最后一句 但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单口的概念 就一直到看那个火烤呱吉菌的 就他前面也是鸣包 然后后面其实就是 灰一句然后就扁的 对对对 然后就刚好我也喜欢地狱梗 所以就说 这是我理想的表演形式 那那时候就把他演出的路上 做一遍 就开始讲 那你是看了他之后 才开始觉得说 我也想讲讲像open mind吗 就是对啊 因为那时候就说 哦原来有这个东西 那就是我脑袋一直想要做的一个形式 就一个人站在上面 然后我喜欢那个废文 原来他是可以用嘴巴讲出来 因为之前都是输出文字嘛 所以才会看 哦原来有脱口袭这个东西 然后就开始去查 然后就 哦台湾也有这个东西 所以一开始上去讲废文吗 诶对 我一想说 哦那我应该把我的废文 上去念一念 然后用一 把一些冗词 然后弄掉 然后比较像自己讲话的话 然后就是 哦 然后最后一句讲出来 应该就是笑点 嗯哼哼 就我上次好像讲了五 我第一次上去讲了五个 讲了五个废文 没有人吊我 哈哈哈哈 有我最后一个有人笑 我记得那时候是班尼 哦班尼很好 我脑袋印象最深 他是给我第一个笑声的人 班尼真的是对新手 非常的友好的一个人 我那时候尝试了五个 然后最后一个他笑了 嗯哼哼 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 一直去二三或者四楼喜剧之类的 我那时候是先去二三 哦 诶那时候你住台北 我那时候在新竹 哦 哦 但那时候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新竹 好像是只有两个礼拜一次还是 反正那频率超短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 先去二三是去台北出差啦 然后那时候二三其实 礼拜二是 礼拜二跟五是缺人 然后马克丹尼跟赫隆 那时候主持的时候 那时候人超少 所以你只要去现场报名都会有 对对 跟现在不一样 对啊 现在他有 现在有一次四点去 然后外面排一整排 现在很扯 对 那时候用第一棒 我就说好 那我就第一棒好了 我一开始用本名 然后上台 然后那个八天的人说 我有第一棒很勇敢 嘿嘿 然后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上去讲 然后一上去 然后我那时候好像是学人 好像主持吧 他说 哦 用本名通常都很厉害 啊妈 接捧杀我 然后我就死在台上 对啊 然后后来就是 新竹那时候一开始是在那个 喜剧收场 嗯 嗯 就一个汉堡店 我一开始 因为刚玩这个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他很像地下组织 对对对对 就他不是说 你在脸书上po文 然后说要干嘛 他你要先私讯 然后说我要留位置 嗯 一个神秘的社团 对对对对 然后你进去以后 就一个小门 然后进去 然后他说 哦 你要来看喜剧吗 然后然后淋杯红茶 然后去二楼 嘿嘿嘿 我觉得那时候的 新竹那时候超超棒的 气氛很棒 那时候超 真的像什么 Fight Club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对 这边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G1在北部讲喜剧的时候 曾经入选过一次焦点之夜 对 那结果就疫情爆发的影响 然后就对 那一次焦点之夜取消 然后还有人跟我补充 那一次焦点之夜 本来压轴是凯莉 对 对 其实也是蛮大的机会 可以曝光 结果哎呀 被取消了 对 那你当时有什么感想 就你觉得啊 被取消了 还是觉得 哦 疫情 我去休息 已经到这一题了 是不是 嘿 第二题 意外的很顺 对啊 我流畅的控场 对啊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我有骂说太隆藏了 不会不会 我一边看时间 我一边控场 现在时间刚刚好 好 不像狂隆那个 就提早结束吗 不他也还可以 哦是这样吗 他他中间我后来有发现 哇讲太快了 想办法拖一点时间 像现在还好 现在发展到八分钟出头 我超东西可以讲的 对对对 我为了 我为了准备这一集 我还不然以为就是 我还特地去听狂隆那一集 那我都干后面 都家人帮他水二十分钟 哈哈哈哈 所以等一下可能狂隆跟阿尔 他可能会过来水二十分钟 帮我水一下 好嘞 欸教里面的曲约被取消 其实老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小可惜 嗯 因为那时候当家人就说 靠我要准备到演出的路上啊 嗯嗯 然后说欸他是一个起步 因为那时候 的一个风气就是 你只要进焦点 比较像是 欸算正式出道 是的 对所以那时候说 哦 那时候被认可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上去 但是后来被取消 觉得靠腰 有点可惜 嗯哼 但是也没有到非常遗憾 但后面你再看会觉得很庆幸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说呢 所以我现在回来看那个粉 我说嗯这能上台吗 就我就一路走过来 都有一种种感觉 就是你当下会觉得 看好遗憾 这机会失去了 哼哼哼 然后后面那边看的时候 靠腰还好 没有这个机会 然后上去丢脸了 因为像我们 111年的6月 的时候那时候隆隆办秀 然后他那个时候有一个后台 一个很超大的场场馆 然后他说隔天是要借给开港办秀 诶是借我们还是 反正就是借我们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那场秀 我觉得那个超级印象深刻的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一两 大概两年以内之历的演员 然后可以到一个超大的舞台上 然后跟乐团结合 办一个叫港谢祭 嗯嗯嗯 然后后来那个场地就爆炸 就冷气坏掉 哦有听说过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Fox被骂爆那个 我觉得超可怕欸 然后我们那场就被取消了 嗯嗯嗯 然后当下就 干我们筹办那么久 因为我们还跟乐团约练 嘿啊嘿啊 然后干筹办那么久 怎么会这样 然后收回去看 还好许夏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那时候 幸好没提醒 我那么烂 怎么可以上去这舞台 然后票又超难卖的 嗯嗯嗯 然后后来在九月的时候 有办一个 在同一个地方有办一个假粮机 好 对那后来 哦 那时候就是票价也好像比较便宜 然后大家也训练了以后 就觉得 诶那时候效果就不错 嗯嗯 但如果你往前六月的话 那就很难看 所以是跟票价有关系 还有表演的品质 因为那时候我们请欧爷来帮我们 哦 好 谢谢欧爷 对啊 所以就觉得 有时候就是 当下会觉得很遗憾 但是事后就会看得很轻易 长大了会觉得 哦 幸好没有演 对啊 南部宅也是这样 幸好多练几个月了这样子 南部宅这场也是这样 嘿嘿嘿 所以你们本来就 希望早一点演南部宅吗 阿海这神经病 他其实2022年就想上来 太早了 那时候还没有比赛 真的太早了 那时候我们在南部宅 就说干我们应该不错吧 哈哈 有点可怕 我们应该要上去北伐了 但是现在还不错 哈哈 就后来2022年比赛 然后2023年比完 才办今天这场 嗯 然后发现 即便这样票还是很难卖 是的 当然 所以就说 还好那时候取消了 嘿嘿 对 要不然就是 就很丢脸 当时一定会大亏 2022卖一定大亏 对啊 就我觉得说就是 我个性比较拘谨啦 就是 我觉得如果你就还没准备好上台 就看不过手脚 对 所以不如就准备好再上台 嗯 我比赛也是这样 阿海就不一样 他就是先冲就对了 对 我还记得他比的那一次 哈哈 但我觉得这样 生活骇客的时候 因为我去那时候很水啊 对 我说干这个本 他妈五分钟他要讲 八分钟他要怎么搞 把自己喝醉就好 就很明显在水 可是很好笑 为什么这样子 对啊 保送男人嘛 没有男人本身很强 所以他品牌负责人 我是演员 嘿嘿嘿 所以我觉得 反正就是 品牌负责人要心胸宽大 要轻松 对他必须要画一个蓝图 然后让他冲 要让大家不要轻 自己要先放松 那我们 我们这些人就是跟他说 哪些有问题 然后再让他做抉择 所以也不错 适合的放松 那这边再来是想问说 G就是后来从北部 搬去高雄了之后 那你觉得在南北部 玩喜剧有什么差异呢 哇这会不会得罪人啊 没有啊 你可以讲 你觉得适合讲的 适合讲的 但是你也可以不在乎 我这个前提就写说 你不觉得你在台上 就在得罪人 你到这也忽然间 在乎这件事情 台上跟台下富一样 台上可以说 那是个表演 北部哦 狂龙说北部很无聊啊 我都听他讲了 我觉得北部 真 他说的是对的 你是在抛砖影域吗 因为我自己 去年也 试着跑去南边 南部讲Open Mind 然后觉得哇 南部的气氛啊 实在是 比北部商业化的场地 更放松 然后观众也更投入 所以我觉得 哇 那你观众很棒 那因为观众那么的放松 所以台上的人也比较敢一些 敢讲一些很狂野的事情 什么搞完螺旋 玩这种东西 干台北已经没有了啦 哦是这样吗 我也想讲一些老二闪电鸟 这些东西 干台北不会中 这个蛮荒谬 应该会好笑吧 我觉得讲了我自己 长生好笑 可是观众傻眼 我觉得OK 现在也慢慢在走这路线 我是吓死 那我真的觉得 南部人比较放松跟有趣 哦 我觉得可以从演员跟观众两个来看 因为其实北部他就是 不管是演员或是场地都很成熟 是啊 所以其实 比如说你 演员不需要担心说这场地不见 对 所以他就来讲他的东西 对 因为他今天比如说观众不好笑 他根本不需要去扛说 欸观众下次不来 因为那个场地他就是一直在那边 观众就是会来 老实说 所以我觉得其实演员 注意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表演 然后上面讲完后 欸就下去 但其实开港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 比较不稳定 就一开始走到现在 你不会知道这个东西可以走多远 而且我们没有明星啊 我们最大名是蒋佑哲 就二三你 对啊你二三你去的时候 哦我就算这些演员超烂 我是来看博恩赫隆 我还是很爽 聚之类的 但是如果开港 我看了全部的杂语 我会生气 他可能真的就再也不来 他们会觉得说 我看喜剧这么无聊 然后就加上一些网路穿严 他们就再也不来 哦 好艰困 我觉得就是那个心态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对观众来说 我们都很努力在取悦他们 哦啊 就是不只是顾自己的表演 那种取悦不是说 去捧他还是蓝爬 是说你把自己的表演弄好以后 你要去顾观众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中场会骚扰他 嘿看秀怎么样啊 哦原来如此 对然后结束我们会 守在门口 嘿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 哦那很好 那真的气氛很好 我们就很怕他们不来 嗯 但就如果没有场地跟观众的话 我们就是一圈流浪汉啊 嘿 所以我觉得 那个气氛就是大家会很想把这个场地留下来 有人是用笑话服务观众的牛郎店这种感觉 差不多 哈哈哈哈 这我觉得听起来南部很棒啊 这就是南部宅啊 对 但是就是 就留一个是一个啦 嗯 所以主要就是希望他们留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比较容易会跟大家一起玩吧 嗯嗯 对就是 但是主要这也是我观察的点 也许有点滤镜或是一片概全之类的 嗯哼哼哼 我觉得你可能 自己来讲几次也应该感受到 北部观众其实比较轻一点 哦 就他们来就看 然后就OK 因为有酒 对对 嗯 但是我觉得南部更放松更愿意跟台上的人融入在一起 我在想是因为我们没有酒啊 哈哈哈哈 就是酒要花钱买 对对对 就是他们 比如说二三他们是有酒 然后进来看表演 所以他们至少可以带走酒 哦 那我们送地炖奶茶嘛 哈哈哈哈 所以他们可能重点还是放在表演上面 对对对 所以可能他们会相对会比较 嗯 好 那我们再来是想问说 G1是2023年脱口秀争霸赛冠军 耶 那我之前呢 我也在喜剧开场的LINE的群组 然后就有看到说 南部在比赛之前有办所谓的 Close Mic 封闭Mine 还有段子教练团 对 那就是来帮参赛的演员看段子啊跟排练 所以请介绍一下南部的Close Mic跟段子教练团 哦 因为北部没有这种东西 那不然先叫阿海先走开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阿海没有批评 阿海主球嘛 对了妈 球是什么东西 没有啦 我觉得南部 最大的差别是练习量 对啊 事实上没有错 就是一个礼拜 练只有一场的OpenMine 真的是到比赛前 你会知道说 很缺 哦 就是你要临时抱脱脚 真的很痛苦 像这个月 要表演这个南部仔 我也只有四次机会 哦 对 那如果你死掉 你就不知道到底是 今天观众问题 还是我的东西要再做调子 你就要再等下一个礼拜 嗯嗯 所以我觉得CloseMine就是在比赛前 就多办一场OpenMine 嗯 然后就是省略掉跟观众的部分 直接到我们最后面的检讨 因为我们每次OpenMine都被检讨 嘿嘿 所以就是等于说 我们就多练一次 然后就检讨 那大概就是 也刚好就是希望彼此更好 嘿 然后就是 续续摸那个段子 嗯哼哼 所以那时候就 诶 这个没中 然后下次就调 然后下次OpenMine再讲 哦 然后就CloseMine 然后OpenMine 就等于有八次机会一个月 对对对 就那时候就是 修一个段子修 那时候真的是还好 CloseMine 不然我真的会绕晒 效率很高哦 这样子 对啊 所以那时候就是 蛮强 高强度在摸段子 很明显 嗯 那段子教练团有谁呢 那 所以他在干嘛的 哈哈哈哈 段子教练团 你不是觉得段子教练团 是有效的吗 这个我就觉得段子教练 听起来很屌 嗯 然后口子麦 听起来不怎么样 但是实际效果 其实刚好是相反 哦 看我不会得罪段子教练 就段子教练团 讲他们的 但是实战 实战比较有效 因为段子教练团 他的概念是说 大家把自己的本 丢到一个群组上面 就是阿海会把大家拉进群组 嘿嘿嘿 然后就是 他们直接在上面改 改一件 哦 所以等于说 这东西你在close麦 其实你讲完 现场也可以给意见 对对 所以因为大家要比赛的时候 后面本都差不多定的了 对啊 所以其实说 我的东西比较少被改 嗯哼 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样 而且改了也未必适合自己讲 对啊 对啊 那就还是需要在close麦测试 嗯 所以我觉得close麦 同时就有符合这两件事情 嗯哼嗯哼 那你觉得效果如何 效果是好的 段子教练团吗 就是跟close麦 跟段子教练团 效果是好的啊 所以才拿到冠军 嘿嘿嘿嘿嘿 都拿到冠军 然后说没有 我觉得是我自己很棒的 呵呵呵呵 我这时候一定是把 榮耀都亏给大家 嗯哼 但主要还是 也是因为场地方啦 嗯嗯 因为 有时候那场地方 他们本身也有事情做 所以也是 也是谢谢他们 给我们做这件事情 啊啊啊 对啊 这样有一个段 有一个段子 就是在close麦里面 练出来的 哦 就我 我的初赛 有一个是生懒腰的段子 嗯哼 然后原本我是设计 说我自己生完 然后我自己喊 哦耶 这样 对然后后面就一样 然后那时候汉牙就是 汉牙也是 常常来参加close麦 然后给意见 嗯哼 她说那要不然 大家带大家一起做 哦 然后就变成一个大胖区 然后整个把气氛拉上去 就类似这种 大家会看完以后 会乱给意见 但有些东西就 哎好像可以哦 然后放进去 然后下次open mind 4 就会很好 嗯 但这种东西 你段子教练 很难去做调整 对 都还蛮临场 要实际做了才知道 对啊 那我们下一题就是 听OK说 你为了比赛 准备了超久 请介绍你做了哪些准备呢 那我准备真的是 从2022年就在准备了 哈哈哈哈 那真是超久耶 一年 我准备超久了 但后来想一想也合理啊 南部的表演的机会也少 对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 成员5成员6都合理 哦哦哦 因为一个礼拜就一场嘛 现在台北一个礼拜 应该也可以讲个三四场 可以 如果全报的话是可以的 所以你准备三年 应该合理吧 嗯 但现在台北难抢啊 嗯 所以我 2022年就有 就有准备一些段子啦 但後来就很多原因就 就改打辅助了 嗯 就没有爆 然后今年 2023纜啊 就想说那 六月的时候就开始准备 人员6月的时候就开始准备 因为2022 看 guten都上去了 有点 好像自己也需要 比一下 哦 主要也是因为 卖票需要一个 一个头衔之类的 嗯 所以 那时候想 啊算了 那2023纜也比一下 因为狂龍都比完了 叫他不要再比了 哈哈哈哈 就大家全部打完 好那現在就換我來收歌囉 所以我二十三年就出來比 然後那時候 我從六月開始準備 我那時候策略就是我先問OK 就這些準備比賽的經驗 然後跟我講兩個重點是 不要忘詞 然後不要超死 嗯確實確實 但是我 我記得我去年所有的售票場 只有比賽沒有忘詞 但這就是很尷尬一點 就是你比如說你 售票場你忘詞 你可以去想辦法互動 把時間填回來 對啊 但你氣氛是不會掉的 但是你又不能超死 嘿嘿 所以等於是你一定不能忘詞 對 這件事情就是我那時候壓力超級大了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喔那六月嘛 我先準備決賽本 因為八分鐘 喔這樣有夠早耶 六月就準備決賽本 因為通常出賽跟決賽 只有一個禮拜嘛 所以我一定沒有時間 再伸出八分鐘啊 所以我那時候是想說 我先準備八分鐘 呵呵呵 那我那時候手頭有一個 還不錯的五分鐘 所以要說 那我最後一個月 再把五分鐘練熟 然後把八分鐘磨到超強 我只要能夠進決賽 我就可以拿冠軍 喔哼哼哼 我那時候就是一直 六月就跟著說 欸我是2023全片 呵呵呵 然後ok就一直幹給我 哈哈哈哈 然後你這樣 得知系會太重 什麼什麼什麼的 所以是段子量很夠 對啊 才可以這樣子 那時候是 因為2023就準備了 呵呵呵 我一開始還想說 我這樣會不會勝之不武 我應該拿2023寫東西 哈哈 沒有關係 你這樣也可以 然後後來試一次 但是我還是吃老粉了 呵呵呵 我那時候出賽是有一個 生奶藥 就是生奶藥段子 然後那是在open mic 後邊用過 然後捷克暖場也用過 然後剛才都五分鐘 所以欸 ok 那我決賽原本是要寫那個 狗狗的 我養一隻狗 然後就是狗狗跟孩子 寫打小孩的段子 嘿嘿 我想說帶著我的狗拿冠軍 很棒 呵呵呵 然後後來就是七月有一場 音樂祭 台語音樂劇 我上面講完以後 沒有人笑 呵呵呵 我直接死在台上 我說幹 我準備一年的東西欸 呵呵 音樂器不一樣 對 我說一定是音樂器不一樣 音樂器的觀眾比較 沒錯 他們是來看什麼咖咪B的 他們是來看我的 他們來是聽音樂不是聽笑話 對 所以我就再秀一下 九月的時候我就去二三 九月剛好去出差 然後就抱二三 嗯哼 一樣死在台上 哈哈哈哈 那時候我有先 我這邊要強調一下 如果要請主持人要給建議 就要先跟他們打招呼 是是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先去的時候 欸丹尼可不可以幫我 那天主持丹尼 嘿嘿 然後請他給我建議這樣 然後那天講完以後 丹尼就跟我說 他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是因為觀眾沒開 哦吼 然後 一般的演員可能就 哦好 那就是觀眾的問題 但我說不行啦 如果沒開代表強度夠強 嗯哼 我是2023圈片欸 哈哈哈哈 所以我說不行不行 不能這個理由 不能挑觀眾 就代表我的段子不夠強 所以我必須要去挑觀眾 那觀眾沒開我就死掉了 那要是比賽我第一棒 那我就真的鬧賽了 對啊 然後後來斑尼 又是斑尼 斑尼都默默的在 在一些關鍵地方出現 嗯 然後讓大家感謝他 嗯 呵呵呵 心機很重 他那時候後台就跟我說 欸我覺得你的東西還不錯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因為 沒有人認識你 哦 因為我的就是打小孩啊什麼的 他覺得那是比較奇想似的 那我不紅 所以為什麼要接受我的世界觀 嘿嘿嘿 所以那時候我就 欸對 因為我的人設是擊白狼 嗯嗯 那狗狗的笑話是比較像是 一個擊白狼被狗狗欺負 所以是比較往下的 但是我的打小孩是我是擊白狼 所以我往上欺負小孩 嘿嘿 更冒犯一點是ok的 但如果當這兩個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一開始是被狗狗欺負的人 然後後面直接去打小孩 那個落差會太大 嗯 所以這個段子變成說 我每次主持串場都會炸 嗯 但是把它連在一起就讓我塞 嗯哼 所以後來 聽到班尼這個意見以後 我就說欸對合理 所以我就是把前面的狗狗拿掉 然後就是換成 慢慢建立我這個人是擊白狼 然後慢慢往上去推 嗯嗯嗯嗯 然後那時候10月有另外一個 售票場表演以後 就欸不錯欸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講 嗯好我8分鐘無敵 嗯嗯嗯嗯 然後接下來就下禮拜又有一個 就是一個籠籠的一個 一個拼盤吧 反正就是跟 嘻哈歌手的一個 忍忍嘴秋的舞台 然後我那時候好 5分鐘剛好我來練出賽 然後就死在台上 哈哈哈哈 我說欸不對勒 跟歌手在一起的都很難做 我都說不對 這5分鐘 是我拿過 我拿去售票場 然後捷克我暖場用過的 不行欸 因為快要比賽 聽音樂的觀眾還是聽 聽笑話不太行 對但那時候有靠一些互動啊 什麼把氣氛拉回來 等等 或者是一些callback 但是我知道那不是本身好笑 是現場那個vibe 嘿嘿 然後我後來就問問 問韋德 韋德下來就跟我說 這是你比賽要用的本嗎 我說對 危險哦 哦 然後我說 幹不會吧 韋德才第三名 他沒資格講我 哈哈哈哈 然後我跑去問龍 我說欸這樣 我這本拿去比賽怎麼樣 哼 韋德說危險欸 他就說 嗯 真的危險 我說他死定了 他死定了 然後那個月就是 嗯 氣氛大受影響 因為我知道就是沒有open mind啊 所以這時候就呈現出 close mind的重要性 因為我寫稿的命中率很低啊 所以我要一直試一直試 嗯 然後那時候還要有捷克 因為那時候捷克好像一直在高雄 每次比賽結構都會來高雄幫大家看 嗯 所以他就幫我看了以後 就是把一些 反正他就整個結構去調整 就把胖群留著 然後把很多東西都刪掉 哦 然後再能夠塞一些新的校園去疊 所以我決賽那天才講說 如果沒有他 我可能連決賽都進不了 嘿嘿 段子教練團的重要性 對 哦對他也是段子教練團 我昨天把段子教練團 講得一無四處 但其實他是蠻重要的段子教練 他的形式上很爛 就是他Google運動沒什麼屁用 但他現實會給你一些 一些建議 蠻好的修本 那加恩也有講說 那時候那個本有點指南感太重 哦 所以那時候我去特別去調一下 我的表演的形式 段子教練團很棒啊 真的很棒 其實好的 謝謝阿海 嘿嘿嘿 再來就是想問 就決賽前一天呢 就是台北喜劇節的 Gimme5演出 然後我有演 然後OK有演 然後OK演完 跟我演完之後 他叫我寫說 舞台表演的注意事項 然後他會再整理給你看 哦 對 那你覺得這些注意事項的效果如何 你都這樣問了 我一定說 哈哈哈哈 我今天在想說這個問題 我一定要先謝謝久安吧 我是一個有社會化的人 有社會化的 那些沒社會化的演員 我覺得還好 沒有我超讚 哈哈哈哈 一定是謝謝久安給我這個願意的啊 哈哈 謝謝喔 哈哈哈哈 沒有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在表演 Gimme5 嘿 所以沒有人理我 嗯 那等於說我也不知道現場 那個情形是怎樣 所以那時候給我 我至少能夠知道說 哦 我之前演過的售票場 大概怎樣的感覺 因為我們之前在高雄 有一個星光三月 跟那天的場地有點像 哦哦哦 所以我聽完OK 講完那個以後 我就哦 那天的樣子大概是那樣 所以就變成說 好那我知道 我要事先去現場看 有多高 因為那音場會多遠之類 所以我那天就很少很早去 然後我就坐在最遠的觀眾 哦 然後看說 欸台上的感覺是怎樣 然後發現台上超小 對啊對啊 對 所以我想說 啊那我決定在台上 我就走來走去 其實我表演都是蠻定的 對 那我那天就覺得 那我就走來走 盡量把我能量往外放這樣 然後 我覺得我比賽初賽 我覺得氣氛都還好 但決賽那天很熱 嘿 但是我就聽到 嗯 久安說 那個在上面會感受不到 所以我也不敢 其實笑聲有點彈不回來 因為場地太大了 所以笑聲跟能量 觀眾的笑聲能量會擴散 然後沒辦法聚焦 所以我當下說 嗯 台下聽起來雖然說很嗨 但等下台上如果冷掉的話 一定是觀眾能量沒有回來 是觀眾 這可真是觀眾 所以我想嗯 心態上 然後我就上去 欸好像真的有這種感覺 對啊對啊 嗯 就台下覺得那個氣氛是很炸的 對啊對啊 但台上好像也沒那麼炸 所以我在下台就說 靠腰怎麼感覺 繞賽繞賽 哈哈哈哈 其實我當時下來的時候 有點怯就是這樣 我覺得好像我在台下聽 別人的掌聲跟自己的感覺 是有點差別 對其實差蠻大的 這個是如果大家有比賽的話 最好是先問 之前有在那個舞台演過的人的經驗 他們都會告訴你一下 怎麼用 像Give me five的時候也是 第一棒上去就下來告訴大家說 這個場地怎麼樣子怎麼回事 然後一個一個接一個 大家都把台上的狀態跟心法 然後告訴後面人 後面人就越演越安心 哦對啊 所以我也是踩著你們的屍體往前走 很像一個接力棒 那再來想問你比賽當天心情如何 來 當天心情如何 那比賽超緊張的 嘿嘿嘿 正常 我出賽那天是晚上表演比賽吧 我中午就站在公園裡面一直練 我跟他練個40次吧 哦哦哦哦 因為我就是怕我超死 是是 然後我又怕我忘吃 嘿 所以我就一直練一直練 我大概練了40次 呵呵呵 然後所以比賽我超累 呵呵呵 那我超級緊張的啊 就是 因為我知道我很強了8分鐘 因為我8分鐘無敵 嘿嘿嘿 但如果我沒進決賽 那很丟臉 就浪費 對就說 啊靠我很強啊 我自己講 然後 因為沒有人知道那8分鐘是什麼 嘿嘿 然後就是 然後又剛好前一年 就是大家都已經 都拿到不錯的 成績了 連阿海這種廢物都第7名 都進決賽了嗎 對 呵呵呵 都幹的阿海都第7名 我沒中到很丟臉欸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一起售票的夥伴 所以如果 大家都有一個title 那我沒有 我就覺得靠腰落賽 嘿嘿嘿 而且又剛好 我又是邁入第三年吧 我從110年開始講 所以我覺得 不管這次結果怎樣 我只會參加這次比賽 所以就有一種感覺就是 我延避一年去考試 然後大家都考到 還不錯的學校 然後如果我沒考上 我就決定當兵 呵呵呵 超丟臉的 所以其實 你進決賽你就去玩即興了 對對對 我不會YES 我都NO BUT 對阿 然後就比賽 因為你也不知道你的棒次 對 然後我知道我的東西 第一棒我一定到我賽 喔對阿對阿 那很不適合第一棒 而且初賽我覺得 比決賽更難 是你9 5分鐘 嗯 然後有12棒 所以你很容易被洗掉 嘿 嗯所以那時候 謝謝巨洋你 哈哈哈哈 希望你把地方抽掉 好 謝謝囉 哈哈哈 真是謝囉 呵呵呵 對啊我就初賽超級緊張 但決賽我就覺得還好 嘿 因為決賽我對自己的本 還滿有信心的 喔 因為那時候捷克也有講 欸那本還不錯 嗯 阿捷克不太喜歡稱讚別人 我說喔那應該可以 哈哈哈哈 那應該可以吧 那就 那就覺得還OK 那剛好你又跟我講說 舞台線 舞台的情形 所以我就比較 對任何事情都比較有把握住 嗯 但初賽真的好緊張 那後來拿冠軍 有什麼感想呢 冠軍喔 對 可以分滿多 比完的時候 你有覺得 嗯 我前三名 我沒問題 會有這種感覺嗎 欸 比完之後嗎 就是比完 還沒有宣布名次 因為我下來的時候 我很擔心 因為我知道我的速度 後面我有加速 因為我其實上台我有戴一個手錶 喔你有在看時間 我有拉一個時間 就是到哪個點 我就要講後面那個段子 喔 然後那天好像 跟我平常練習的時候 時間差不多 嗯 但是因為我感覺到 大家會笑比較久 所以我後面會超死 嗯 所以我後面會 就是比較沒有等大家笑 就一直 一直轉一轉 所以我覺得自己有點快 嘿 然後加上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你在台上 你會感覺到 大家笑聲 跟其他人沒有那麼熱烈 對 所以我在台下的時候 靠腰落賽 哈哈哈哈 結果我就哇 後面沒做好啊 然後就哇怎麼辦 不是我在台下覺得 欸很好笑 哈哈 就台下會覺得 你的熱烈的程度 其實是很高的 嗯 對 那我就這樣 完蛋了 我要落賽 因為我記得前面 梅森也是整個超炸 嗯 然後其實前面 Bloody或Boss Boss一開始開 也開得超好 他開超好 落賽落賽落賽 嗯 所以我 那時候就 就很緊張 嗯 然後後來就 就我記得那時候是 先講梅森嘛 然後再來是Boss 很替他開心 然後Bloody沒講欸 嗯 那我就剛剛不會 北部人又要制裁 南部人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後來就 哇是我是我 然後就很開心 嗯哼 但我覺得當下的那種感覺 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哦 因為我知道 就這樣 我當時感覺比較像是 哦 我沒有讓這些南部的人 南部的人很難過回去 因為有點像那種 全村的希望 哈哈哈 因為隔天 他媽要上班 嘿嘿嘿 所以他們是上來 然後他們如果 很失望的回去的話 我會覺得 靠腰我做不好 那種感覺 所以那時候當下 真的是把個人拍 拋在旁邊的 所以我就 哦 還好 沒有讓你們失望這樣 然後那時候 狂容坐在最前面 我說我等一下如果 因為前面有講說 可以講敢言 嘿嘿 我等一下講 我就先講說 欸 這個獎要給你了 哈哈哈 結果有講嗎 有我講 哈哈哈 關得超好笑 他知道我冠軍的時候 直接衝到前面 然後不然沒有人走 他也走回去 哈哈哈 超白痴的 所以我那時候 啊 那我一定要先趕在狂容 這樣 然後就說 哦 那就 就說 哦 好像有點 鬆了一口氣 因為我一直就把比賽說 欸拿冠軍當目標 然後真的拿得到 然後就還不錯 但也不太感人太高興 哦 因為後面站的是博恩 然後創船 厄隆 就他們 我就覺得說 靠我要高興嗎 因為他們都很強 對 然後如果我拿到一個 類似比如說什麼 笑雞杯 然後 對對對 就拿一個笑碧杯 然後說 幹我超強 哈哈哈 然後後面站一排 超級厲害的人 我就說 好像有點丟臉 嘿嘿嘿 但我看到其他人 又很開心 所以我在台下 他感覺非常矛盾 嗯嗯 對啊 那南部喜劇人 對你奪冠有什麼感想 南部喜劇人 哦 對 我剛才那個 忘記講一個 好好吧 補充 就我剛才想說 我要感謝南部的人 嘿嘿嘿 其實我本身有兩個名單 好 就是我有 謝謝個人的人 跟謝謝南部演員的 就謝謝對南部貢獻的 嗯 那南部貢獻 就是我那時候 有想到就是 歐爺傑克跟隆隆 嘿嘿嘿 然後自己的話 就是OK 然後傑克 然後狂龍海 等等的 嗯嗯 所以那時候我當下的腦袋 因為一時空白 想啊 我要先感謝 有幫助南部的人 嗯哼哼 所以我就沒有謝到OK 哈哈哈哈 然後台下徐淼跟我講 我說哇靠腰啊 我就哇我真的超級 超級愧疚了 那後來就是 一直拋現動 我都對不起 對不起 嗯嗯嗯 但是那種感覺就是 我知道他一定也不會很在意 但是就是你已經失去 那個機會了 哦 對 那你就再也輔不回去了 所以我那時候 結束下來我就 幹好遺憾 就是我沒有 在那個時候 跟他講 就是感謝他 哦 雖然說 就是 只是一個笑氣杯 哈哈 這裡可以講啊 我剪個Rios 哈哈哈哈 這也不用啦 我剪個Rios 你想辦法教師 我難不然轉天 哈哈 那以後每個人都去 都去翻OK 嘿嘿 OK 我要比賽 對對對 六月 比賽了六月前 就開始問一下 OK的感想 對 全部都 幫忙修個本 對啊 所以就感謝歐爺 傑克跟隆隆 嗯哼 傑克那也是幫了我蠻多 嘿 我那時候真的是 一直看然後一直改 嗯哼 那再來就問 那你南部喜劇人 對你奪冠有什麼感想呢 我覺得第一點應該是鼓舞欸 嗯 就覺得 欸我們一個禮拜只能練一次 然後還可以這樣 嗯 所以他們可能覺得說 欸自己有機會 嗯哼哼 但他不知道我去年都在準備 對啊 但是就是你要做一個 歷史故事啊 跟他說 我今年大概前幾個月 才可以準備這樣 大家都可以準備兩年啊 對 反正就是 我覺得就是 反正你要很努力 才看起來不費力嘛 所以我覺得 有點鼓舞演員吧 所以有些演員就說 欸那我希望 今天也在批評看 嘿嘿嘿 然後 阿海好像那天說 有觀眾也覺得說 欸想要上台講講看 哦 所以我覺得 哎呦 這個不只是自己拿到的一種 榮耀 就是你可以 帶動地方的地方 嗯 然後最重要是 阿海覺得他可以賺錢 哈哈 賣票賣的動囉 多一個IP 喜劇商人這樣 男富仔 平凡秀 媽的 呵呵呵 但是我覺得 在台湾看他們 比我還開心的時候 我就覺得 會自己會被感染 因為那當下我是 我是超級 超級 就是很鎮定的 嗯 但其實很超high 嘿嘿 然後歐爺跟阿海在那邊哭 媽的跟智障一樣 哈哈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 看好像有點感動欸 然後我就覺得說 他們真的是 把希望就是 放在你身上 所以我覺得 我只是站上去 然後把笑話講完 呈現南部的成果 不是我自己的問題 嗯 對 那我最失望的 應該是阿賢啊 呵呵 因為我在台上把 榮耀給他 然後他把我獎盃摔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把人家獎盃摔壞 媽的 第一位 先 那個手指現在在BOSS那邊 哈哈哈哈 第二名 第二名有一隻手指 哈哈 莫名其妙欸 對啊 大概是這種感覺吧 嗯 那你現在 做喜劇有什麼目標呢 就奪冠之後有什麼目標 唉 我覺得這個 壓力很大欸 會想不到目標嗎 想不到下一步要做什麼 這還好 嗯 但是我覺得 其實就跟人生一樣啊 就是你從小就知道 喔 我要念書 我要考學校 考大學 然後之後研究所 你每一步都知道怎麼走 對 但是 你可能到某一段 你真的考完研究所畢業以後 靠腰你不知道要幹嘛 喔 那個東西 你有更長遠的是 比如說成家立業 或是財富自由等等 那都很遠 對 那我覺得喜劇也蠻像 就是 欸 你一開始就是 先有五分鐘 售票 然後到最後可能比賽 嘿 然後最終可能是專場之類的 這最 就不是每個人要走這條路啦 但是它是一個比較明確 相對明確的路 嗯 但是你從比賽到專場 差超遠 對喔 真的喔 對啊 所以就變成說 你中間要怎麼做 就是五月的 中間差了五十二分鐘 那也不是真的 把五十二分鐘斷起來就有了 對啊 所以就是我覺得 就是持續增進你的寫本吧 因為我命中率超低的 喔 大概就 20%吧 你也是堆施戰堆出來的 對 像我這次要寫一個 殘障的笑話 我根本寫了七分鐘 講完以後就砍到剩三分鐘 再講砍到剩三十秒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 還是流量欸 就是持續的要想辦法去增粉 嗯 因為就是如果你沒有流量 你就是 孤方至少啊 對 就你在說你的東西多屌 都沒什麼用 因為大家不會來看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寫本 同時就持續增粉 然後看明年可不可以做個 三十分鐘以上的表演 嗯 但不急啊 如果沒有就後年 對 後年 慢慢蹲 堆屍跟 對喔 就是慢慢蹲 堆用時間堆東西出來 對 就好像很多人 都還蠻 著急的感覺 就是覺得好像 大家這麼做 我要趕快去解成 會有一種焦慮 對 尤其北部容易有 因為很容易看到 然後別人忽然間 那個流量來了 之類的東西 就覺得哇 自己好像比不上 對啊 北部特別 南部還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是你們 很幸運的一點 所以我就覺得 我可以慢慢做 就是這種感覺 如果有一天狂隆 就突然間變超屌 我就開始要打壓他 對對對 那個焦慮感 來自於競爭 還好他現在最終不到一千 那沒差 哈哈哈 好 那我們上集呢 就是跟G1聊他 這座脫口秀跟比賽心得 那我們這一集先休息一下 下一集也會繼續訪問G1 Yeah 拜拜 拜拜